英国首相约翰逊昨天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这个消息震惊了各界 虽然约翰逊强调自己只是轻微的症状 不过大家可能还记得 早前在英国刚刚爆发疫情的时候 约翰逊自己就抛出了群体免疫计划这个奇葩的政策 希望借着让更多英国人感染以获得免疫力 竟然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 虽然约翰逊政府之后已经纠正了这个政策 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但是讽刺的就是如今首相大人自己受到感染 成为世界上首位感染新冠肺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这也敲响了欧美防疫的警钟 英国首相约翰逊昨天亲自拍摄视频 证实自己已经确诊新冠肺炎 不过他强调隔离期间 他会继续领导国家对抗新冠疫情 同时感谢大家配合政府继续待在家 除了英国首相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也确诊感染 眼看新冠病毒似乎已经杀进了英国政治权力核心的唐宁街 约翰逊身边有一名顾问就被媒体拍到赶紧匆忙离开唐宁街时候 而这支影片也在英国社交媒体间疯传 英国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严峻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就是因为约翰逊政府 他们早前应对措施太过缓慢的结果 其实有分析就说 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就在于英国的小政府 由于向来推崇所谓最高的民主和人权水平 英国政府在人民面前就变得不够果断不够强硬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在民众没有普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社会缺乏防疫的共同共识的情况之下 政府在对公众采取强硬措施之前 是需要慎重的考虑的 因为担心会侵犯到民众的利益 担心民意会反弹 所以他们不敢有太强硬的做法 所以当法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英国也仅是加强部分措施 依然没有及时强制的实行封锁政策 也不敢禁止群众聚集 然而当病毒长驱直入 杀戮国们酿成巨大灾难灾情之后 最后不得不面对现实 像当初批评中国封城等等措施 侵犯人权的其他欧美国家各国一样 现在英国也只能继续采取同样的措施 对社会活动按下了暂停键 只是区别在于中国是长痛不如短痛 欧美国家现在短痛不知会变得多长的痛